这个款是同一个collection 这个是两个色,一个浅蓝色,这个深蓝色 都是一个全开胸的珍珠柳款 所以也是建议扣起一个top款的效果 会比较合适一点 这个是假袋 都是有一个珍珠柳款 这个是一个麻眠庙 后幅整件都是麻眠庙 伸延到顶边位置或拼布的细节 都是一个麻眠庙的质地 这个当然是薄身和软身的质地 是不吉肉的 软身不吉肉的质地 是比较优美的一个款式 还有我挺欣赏它在三脚的部分 其实这个款式是后腹的部分 是做泡泡的线条 旁边位置就有点像牛仔外套 有点像牛仔外套的扣位 方向就是这样的 其实整件衣服你看到后腹的弧度 是有线条的 泡泡的,加了打杂 有打杂和一个斜咳的弧度 做泡泡的一个线条 那三身前腹的部分怎么连贯呢? 就是靠这一粒楼去做连接的桥梁位 正正就有点像牛仔外套 牛仔外套三脚的部分有一个扣楼位 就有那个idea 那三脚部分就打了扎的 当然两边都有 那就是一个比较玩换一点的 一个泡泡款式 泡泡款式 那不只是有精美的扣 对,cutting它也是照顾得很好 后腹都很漂亮 对,应该这么说 后腹都很漂亮 那这个呢 是一个V靓的款式 那它做回全通花的lace的配搭 这一只lace也是比较厚一点的 很吵啊? 这一只lace也是厚一点的 一个面质lace 那是通花的设计 是的 那就是有一番一个背心款 但是 是的 那它背心款 但是它是在薄位的部分 延伸到整个的手袖 是的 那这个就要打底了 是的 除了它是通花的状态之外 之外呢 那它的甲圈呢 都是有一点低的 所以anyway 其实这个款都是要打底去穿 就趁背心就已经ok了 那它做回得薄的设计 虽然它是背心的延伸 但是它那个效果都是有足够的柔软度 这些位置呢 它是慢绵了 所以它都是比较软一点 不会说降起这样的状态的 有一个随意一点 率性一点的 一个跌膊 宽松的一个状态 那也都有一些少少手袖 可以遮到肉肉的部分 那就不是说完全是背心款 是的 不是完全的背心款 它是背心延伸手袖的一个款式 是的 我现在就衬了一个夏日绿出来 这样照顾刚才推介 刚才示范的一个白色短裤 那一会再慢慢介绍的 另外我这个蓝色 我都会照顾这个白色裤 是的 我会照顾这个白色裤 因为呢 这一种的风格呢 通常都是会衬的 真的会比较lady 但是如果我想 即始终都是热了嘛 那就想衬一些夏天绿的时候 就有个衬短裤的方向 是的 如果想衬白色的短裤 想衬得lady一些的 那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介绍 是的 这个我也是过头粒的 是的 那我自己就比较建议 而你inner那边配搭白色的 是的 我觉得虽然它是跟着lace 是同一个色 但是它因为本身lace的pattern 比较突出 粗身的线条 加上它的质地比较厚实一点 是的 厚实的面质lace 所以呢 它是很有存在感的 是的 存在感很强烈的 所以就算你来搭那件 是白色都不会看不到 是的 lace都会很明显的 会展示出来 而且它除了一个pattern 很突出之外 你会见到手袖的部分 是有lace的延伸 是的 有一些不规则的一个线条 展示出来 在侧骨位位置 是的 那就是比较精致一点的 一些小小的highlight位 是的 多看一点点 后幅当然也有相同的一个detail位 那也是这句夹圈有点低的 是的 那我自己 其实我今次这一款 这一款 蓝白色的配搭 或者淺蓝色 我自己都觉得 是很足够的一个 下日效果 所以我也是 很建议大家 就是除了一些 比较斯文一点的 一些穿搭之外 不妨都可以参考一下 这一种的白色卷库 不妨都可以参考一下 是 不妨都可以参考一下 是 不妨都可以参考一下